因为三重卢州议员初选 国民党节目参选林鼎超 竞选刊版被认定是违法 新北市府发函要求限期改善 林鼎超质疑新北市府过去七八年都没有作为 却在此时巡查 因为同选区要出现的 还有新北市府秘书处出身的吴迅嫂 引发了政治联想 大概一个月多月前 收到新北市公务局的通知 说它是一个违法的刊物 那我个人也觉得蛮惊讶的 不过既然它是违法 那只要有任何违法违规部分 我一定会猜除 要参加国民党三路议员初选的林鼎超 直呼匪夷所思 因为最近收到新北市府发函 认定他竞选宣传刊版违法限期改善 那因为交流到周边 他怕会影响到驾驶者的 的那个注意力跟体重力 怕会影响周团安全 支架的广告有21支 大概有17个参选人 我们并没有特别针对说 是哪个党派或者是 哪一个参选人 我觉得是很匪夷所思的点是说 所以我今天我的看板 如果不要放在交流到旁边 然后所以 然后如果他是违法的 这样子是可以继续放的 这个回答的方式 让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李欧难认同 但林鼎超还是紧急通知 广告公司拆除 实际来到交流到旁 林鼎超的看板已经撤下了 不过现场还有民进党的林永宏 和民众党的陈俊玲 堪板依旧高挂 新北市府的做法也被质疑 是针对特定的候选人 因为党内同选区的 除了正恩来的蔡振臣 还有新北市府秘书室出身的吴迅孝 三人强两席出现机会 也让人印发政治联想 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太会去做这种事情 那我相信新北市政府是以专业的方式 在判断这件事情 那一切都是 应该是都能够依法行政 这个点大概已经有七八年了 那这个时机点 我再放上去才不到一个多月左右 然后就来函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奇的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去做这样的动作呢 同个地点过去也曾挂设 浪饭店建商广告 加上再过一个月 就是国民党内初选 新北市府巡查取缔选举看板 也意外成为选战话题 这是林汉廷 草天採访报道 随着燃疫人数的攀升 新北市率先全国全面启动 亲证患者的居家救护 不过遭到新北市医员参选 卓冠亭暴露 他指出三辖有一家六口隔离发烧 无人闻问 甚至确诊三天连药都没有 指引这系统出了问题 新北市微森局强调这一家人的状况 他们一直持续关怀当中 并不是向卓冠亭所言 另外有温度 所以随时要量色 新北市长侯有于 亲自上阵视察 首推的居家照护关怀中心 确保生活关怀 健康照护样样都OK 但10号材氏营运 时隔不到一个礼拜 却遭人爆料 放任确诊者 自生致命 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卓冠亭 脸书再次杠上市府卫生局 写下三辖一家六口隔离发烧 无人问问 确诊三天连药都没有 痛批是拿门子的 全面启动 那在家里呢不仅食物不足 甚至连需要的药品 跟血氧机都没有收到 市政府的SOP 每天应该要打电话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这件事并没有做 这一家人原本一开始是16岁的老二 4月12号二采因转阳确诊 同住的5名家人隔天染疫 当天被受案在居家照护医院 不过由于父母不太会使用手机 14号由18岁的姐姐打电话 给区公所反映 有粮食不足的状况 后续区公所有帮忙处理 但是新北市关怀箱 一家人却始终收不到 他们也必须要提供关怀箱 里面有关怀的物资 那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收到 所以这一点串的问题就让我们看出 其实这是问题真的很大 参选人文章当中提到的卫生所 警察区公所都有联系这个家庭 却又下标题说无人闻问 请问这位参选人 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的脸 我们所有相关单位都一直持续 积极联系这个家庭协助他们 市府各单位防疫不松懈 但也正逢选举浪头 势必也成为各方势力 关注焦点 记得继合报道 请订阅划